简安相公所推动福利化社区小旗建型实施计划 在19号举办了高风险家庭关怀访试志工的培训课程 乡长游淑珍感谢热心志工愿意奉献心力 协助工部门发现社区当中需要被关心的独居长辈 或者是受虐的妇女儿少 透过专业讲师引导 让志工们有足够量能 能够完成每一次的关怀和访试任务 简安相公所推动福利化社区小旗建型实施计划 19号举办了高风险家庭关怀访试志工的培训课程 商长游淑珍感谢热心志工愿意奉献心力 协助工部门来发现社区当中 需要被关心的独居长辈或者是受虐的妇女儿少 透过了专业的研习走入到社区作为一个拜访志工 当我们走入家户就可以知道 这个家户的高风险的一个风险值有多少 开心的陪伴开心的家庭 发现困境瓶颈的家户来作为一个协力 这是一个社区与社区的结合 共够了我们的志工 一起来看见社会的需求 来培育自己专业的能力 还有我们探索跟发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们相信吉安相公所公务部门的资源非常有限 人力也都虽然到位 但是我们走不及的小巷 没走到的家户 甚至于是角落 我们都是透过这些志工 未来培育养成之后 能够协力在任何一个区块 让我们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 来克服问题 这次课程邀请到三位专业领域的讲师 分别为志工讲解 包括银法族乐活与健康促进概念 社会福利资源介绍 高关怀个案家庭转介与通报 关怀仿视技巧 服务记录撰写 还有仿视食物操作等 让仿视志工有足共量能 可以更专业地完成社区关怀和仿视任务 介续会亲爱相报道